大家好,我是馬克杯 那在今天這部影片呢 我將會深入測試 Maxbox Q-by L機殼的各種風道配置 以及其散熱效果 Maxbox Q-by L機殼是一款高度模組化設計的小尺寸機殼 在它的上、下以及前面板都開滿了鎖孔 不只可以偷機外 還可以任意的鎖上風扇、電源供應器 甚至連腳座都可以在三面任意的移動 而且還把電源供應器鎖在前面板的設計 讓它可以在這個小尺寸的機殼中 塞入全尺寸的ATX主機板 但把電源供應器鎖在前面板 也就代表它勢必會擋到GPU或CPU其中一邊的進風道 再加上它的角座只有一公分 所以其實很難從底下來進氣 因此這也造就了這個機殼非常糟糕的散熱性能 因此在接下來的影片中呢 我將會測試各種風扇、電源供應器以及角座的配置 看如何才能在Q-by L中達成最好的散熱效果 如果你想直接看結論的話 也歡迎直接跳到圖中所標示的時間 首先我先來介紹我在測試時所使用的配備 我用的CPU是Ryzen 7 1700 並超頻到3.8G 散熱器用的是利民的AS120RGB打扇 還有其水負的TF-7散熱膏 顯卡則是用華碩的EX-RX570 8G 並保持原廠設定 最後還有三顆額外的MF120R RGB風扇 其他零件則如表中所示 測試會在25度C的房間中進行 並使用Prime95跟Firmark同時燒機 然後記錄至少30分鐘的數據後再來分析數據 以裸測的數據為例 CPU的溫度在1700秒時達到最高溫75.5度C 之後溫度又稍微往下掉了一點 造成此相樣的原因可以從CPU消耗的瓦數看出 在1100到1700秒時 CPU消耗的瓦數從130W升到了140W 這多數10W就是溫度上升的原因 那至於為什麼CPU消耗的瓦數會上升呢 我們從數據中可以看出 在測試的全程CPU的頻率都維持在3.8G沒有變化 電壓也都維持在1.428-1.45V之間 再加入我所有測試的數據可以發現 所有測試中都會有一樣的CPU瓦數變化 因此我推測這是燒機軟體所導致的變化 那也因此所有測試間的CPU溫度也可以直接拿來比較 在之後的影片中我都會取CPU在140W達到的最高溫來比較 接著我們來看裸測時的GPU數據 GPU溫度先是上升到71度C之後 下降穩定維持在69度C 但全程的耗電都維持在120W 因此造成GPU溫度的變化原因不是耗能的變化 GPU的頻率也都維持在1150M左右 不過裸測時的GPU風扇轉速卻一直變化 看來原廠的GPU設定會依據溫度來調節風扇的轉速 那在這之後的測試也需要排除這個變音 不過好險在其他所有測試的風扇轉速 最後都穩定了維持在2300RPM 因此就算在原廠設定下 其他測試的GPU溫度還是可以直接拿來比較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其他各種風道配置測試的結果 我第一個測試的配置是正擺的機殼 電供在前面板下方 然後三顆MF120R風扇在機殼的前方和下方進氣 並且保留了原廠的後風扇在原位置 但在燒機約1500秒 CPU耗電量還在140W CPU溫度就高達了92.3度C 然後就過熱當機了 那我們推測過熱的原因是原廠後風扇的散熱能力不足 因此我們把前面板的MF120R風扇和原廠風扇對調位置 結果正在解決了過熱當機的問題 風扇對調後的CPU溫度最高是90度C 並且一直到測試結束都沒有當機 因此接下來其他測試也都會以MF120R風扇作為後風扇來使用 我們先來看機殼正擺的測試結果 也就是常見的CPU在上GPU在下的機殼位置 其中又可以分為電供在前面板上半和下半的兩種配置 電供在下的情況我共測試了四種風扇配置 分別為兩個MF120R風扇都放在機殼下方進氣 兩個風扇都放在機殼上方排氣 兩個風扇放在機殼上方進氣 以及兩個風扇分別放在機殼下方進氣和上方排氣 這幾種配置 結果兩風扇在上方進氣的配置 在測試結束前 CPU溫度就達到了93.5度C並且當機 而另外三種配置 無論是CPU還是GPU的溫度 兩風扇在上方排氣的效果都優於以上一下 而且兩風扇在下方進氣的效果最差 由此可以推論在機殼正擺的情況下 排氣的散熱效果遠比進氣還要好 所以在測試機殼正擺電供在上半的情況時 我就不測試兩風扇同時進氣的配置 只進行兩個MF120R風扇都放在機殼上方排氣 以及兩個風扇以上一下的兩種配置 結果無論是CPU還是GPU溫度 兩風扇在上方排氣的效果也都優於以上一下 而與電供在下的情況相比 電供在上時的GPU溫度都低了2C 但CPU溫度則是高了1-2C 接下來我們來看機殼導致的測試結果 也就是與正擺相反的CPU在下 GPU在上的機殼位置 電供一樣是擺在前面板 也可以分為電供在上和在下的兩種配置 電供在上的情況下我共測試了 兩個MF120R風扇都放在機殼下方進氣 兩個風扇都放在機殼上方排氣 以及雖然在正擺時效果不佳 但在此情況可以配合GPU進氣方向的 兩風扇在機殼上方進氣這三種配置 結果發現在兩風扇向上排氣的情況下 CPU的溫度達到了目前測試以來的最低溫 83.3C 但另外兩種風扇的配置 GPU溫度則相對的高 而且在這三種配置的情況下 GPU溫度都在高溫的80C以上 說明亦可導致PSU在上的配置 對CPU散熱有良好的潛力 但對GPU溫度則是相對不友善 在機殼導致電供在下的情況下 我共測試了三種風扇配置 除了在前面效果就好的兩風扇向上排氣 前沿廠散進氣以外 我還測試了前沿廠散排氣 以及把前沿廠散放到底下進氣的 以上以下以前的風扇配置 結果兩風扇向上排氣的兩種風扇配置 結果十分接近 不過以前面板同時排氣的效果比較好 但是這三種配置的結果 都比不上機殼導致電供在上時的散熱效果 在這邊我突然想到 如果電供安裝在GPU測時 從機殼內進氣搞不好可以降低GPU的溫度 因此我就從機殼正版和導致的情況下 各取一個最好的配置來測試反轉電供後的散熱效果 結果我發現電供從機殼外進氣改成從機殼內進氣後 對GPU和CPU的散熱都沒有幫助 最後我們就來看機殼質疑的情況 也就是把腳座安裝在前面板 達成類似垂直封道的效果 同時也可以讓原本的下面板有更多的呼吸空間 電供在GPU測的情況 我基於前面的測試結果以負壓為原則 共測試了三種風扇配置 分別為兩風扇在GPU測排氣 兩風扇在CPU測排氣 以及一進一出的配置 結果三種配置下的CPU溫度都相對的低 其中兩風扇在顯卡處排氣時的CPU溫度 更是達到了83度C的新低 不過在此情況下的GPU溫度則是相對的高溫 反倒是兩風扇在CPU測排氣時的配置 則可以更好的兼顧CPU和GPU的溫度 至於電供在CPU測時 由於前面發現在GPU測排氣會使得GPU溫度太高 所以我就只測試兩個風扇在CPU測排氣 以及一進一出的兩種風扇配置 而且要注意 這邊的一進一出方向是與上一個一進一出的測試相反的 而結果雖然沒有比電供在GPU測時的散熱效果好 但還是再次證明了在Q-by-L中排氣原秉器器來的重要 在機殼直立時雖然不適合改變電供的進氣方向 但卻可以改變電供的排氣方向 因此在最後的最後 我就從機殼直立的兩種電供位置中各取出一個較好的配置 並把電供改成像機殼內排氣來做測試 結果發現 當電供在CPU測時向內排氣 也就是向顯卡排氣時可以降低顯卡的溫度 但無論如何都會使CPU的溫度上升 而且也比不過電供在GPU測時的最佳配置的結果 現在這邊終於要進入影片的總結啦 那在這裡我會將前面各種測試的結果 與裸側的溫度CPU75.5C以及GPU69C相減後來進行比較 那數值越小就代表與裸側的溫度差越小 散熱效果也就越好 我們先來看以CPU溫度排序的圖表 CPU溫度最低的幾種配置 都是將Q-by-L機殼導致或直立擺放 並把兩顆風扇放在GPU測排氣 但這些配置下來GPU溫度都相對的高 而CPU溫度最高的幾種配置則都是鎮壓配置 四顆風扇中至少有兩顆風扇在負責進氣 接下來我們來看以GPU溫度排序的圖表 GPU溫度最低的幾種配置都是Q-by-L機殼正白或直立 並把兩顆風扇放在CPU測排氣的配置 而GPU溫度最高的配置除了前面提到的 兩風扇在GPU測排氣的配置外 還有三風扇進氣的鎮壓配置 最後就是以GPU和CPU溫度加總來排序的圖表了 在Q-by-L中綜合散熱效果最好的配置 和以GPU排序時相似 都是機殼正白或直立 並把兩顆風扇放在CPU測排氣的配置 第一名是機殼直立電弓在GPU測 而第二名和第三名則是機殼正白 PSU位置不同的兩種配置 如果你不想直立擺放機殼的話 機殼正白時電弓在上的GPU溫度較低 而電弓在下時則是CPU溫度較低 可以依需求來選擇配置 像我最後就是採用機殼正白電弓在上的配置 那我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還請各位注意影片中所有測試結果都是在Q-by-L中測出 不一定是用其他機殼 那還是歡迎各位參考 想要看我電腦組裝的過程也可以來看看我的機殼開箱影片 希望這部影片能對你有所幫助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掰掰 留言 按讚